OK 今天是2月22号 开始今天的视频分享 今天盖子这边还有一万六千刀 OK擦交易所里面有140 然后钱包有个4700刀 还有币安这边其实只有600刀 因为有5000刀是借的嘛 然后这个边币涨了一点 所以整个价值拉起来了 所以这个其实只有626吧 首先说一下明文 明文这边其实有些波动 但是没有大幅的上涨 表现一个比较平的一个状态 但是今天币安出了一个公告 去做什么交易 然后瓜分什么美元 百万美元奖励 其实对这样一个交易所来说 他去做这样一个活动 然后奖金只有这么一些 我觉得不够 说实话是不够 然后其实币安在基础场里面投入 其实也是现在来看是不够的 这是第一个 其实明文估计还会有一段时间的 就是这种比较平的一个表现 但是我觉得目前明文市场 就是币安去关注这一块 其实也是个好事吧 就是说他已经形成了和OK它的竞争 明文还会涉及到另外一方的利益 就是矿工 矿工在减半之后 他们的收益会下降 就是难度会更高 收益会下降 如果币价不涨的话 那么就会需要去找其他的一个途径 去把盖司费也拿起来 这样其实涉及到 也涉及到矿工的利益 然后今天这个 这个币安这边的一个打新的活动 差不多我算了一下 差不多我这5000刀的BMB 差不多每小时的产量是0.22个 今天一共打14个 总共应该能挖个 总共今天打了2.8个吧 从今天早上8点 8点钟开始 总共整个打下来 我觉得应该有个36个左右 这样一个情况 看了一下 BM后期的一个活动的情况 可能后期会在 烈油方面会 能期盼的这个活动会比较多 所以关于这个游戏方面赛道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多关注一下 而且可以去买一些 已经比较明确的一些标的物 另外一个就是 关于梅林链的那个手 手的空头 这个空头 这个空头 从之前的 之前的一个价格 现在已经涨上来 就重新涨上来了 没事就说一下 项目房这边他说了 就是因为那个梅林链的快照 有点问题 有些用户 他实际上是对的 但是没有快照上 所以他去 说是会从第一擦里面去 买一些代币 然后重新给那些 没有空头到的用户 进行空头 所以这个币价涨了 是这样一个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美股 美股昨天回调之后 因为英伟达的那个财报特别好 英伟达的 英伟达的财报特别好 然后今天英伟达看一下 英伟达 英伟达今天涨了 盘前涨了不少 百分十吧 然后这个 把整体也拉上来了 然后那个 微策略这边其实涨的不多 这个盘前的话 其实来看的话涨的不多 估计 依然我这边很难去回本 今天一个大概情况就这样 OK今天就讲这些吧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财富有没有 请在视频下